李自成已经生出撤军的心思 不是撤离山海关 而是放弃整个北直立 缺粮 此战就算能够击退满清 李自成也彻底没粮了 一旦粮食断绝 不但军队要炸锅 北京城的百姓也得饿死大半 这种皇帝当来有甚意死 不如撤出北直立这个漩涡 带着军队去别的地方救粮 等粮食充足之后再杀回来 就算要撤也得弄死关内的满清骑兵 否则很可能撤退到全军溃散 当豪格 多尔滚再次带着骑兵杀来 李自成也带着骑兵出战 只不过这次大顺骑兵的装备变了 不携带弓箭 特别是箭带 几个箭带死沉死沉的 内甲也脱掉 只穿防御弓箭的棉甲 甚至棉甲当中的甲片也被拆除 一切只为减轻骑兵负重 幸存的孩儿军 同样是这套装备 大顺萧骑 大顺孩儿军 加起来只剩一万人 豪格 多尔滚还想玩套路 又是分散成无数古骑射 而且阵型散乱到令人发指 大顺骑兵啥都不管 他们连弓箭都扔在山海关 在李自成的带领下 分成树谷顶着箭羽直接冲杀 就是以命换命 大顺骑兵减重之后 能够迅速追上全身甲咒 并且给马儿关键部位披甲的满清骑兵 这次换成豪格 多尔滚被打猛 由于满清骑兵的阵型过于分散 在双方骑兵接战之后 一个满清骑兵 往往被几个大顺骑兵围杀 当然 大顺骑兵也不好过 每股敌人又散又少 杀完之后还得找下一股 而在追击过程中 就会遭到箭羽射杀 整个战斗过程 可以简单分为两个环节 大顺骑兵追击 被满清骑兵射死 大顺骑兵追上 把满清骑兵杀死 一番战斗之后 多尔滚 豪格扛不住了 立即下令骑兵集结 集结完成 李自成不敢再冲 因为冲不动 满清骑兵装备更好 还有弓箭优势 一旦集结就能吊打减重之后的大顺骑兵 李自成直接下令撤军 他们现在马快 满清骑兵追不上 这一仗 双方各自死伤千余 几乎打出一比一的战绩 黄台级在山海关外 依旧疯狂炮击 炮击过后命令汉军骑攻城 当天下午 骑兵再次交战 这次李自成带了弓箭 双方使用传统骑兵战法 打着打着 豪格 多尔滚又玩套路 李自成下令全军扔掉箭袋 而且内甲和棉甲铁片根本没穿戴 又是以命换命 满清骑兵不敢玩了 重新集结起来厮杀 李自成再次撤回山海关 多尔滚和豪格 真被打怕了 两万骑兵奔袭越过长城 几场骑战打下来 被杀得只剩一万四千余 虽然李自成的骑兵死得更多 但满足战士一共才多少啊 接下来三天 满清骑兵虽然还要过来 但根本不敢靠近山海关 生怕被李自成追上来以命换命 其实 满清骑兵可以略微调整战术 就能破解李自成这种打法 以装备优势跟李自成换命 虽然还是换命 这天夜里 李自成以商议军事为名 把正在琢磨投降的马科又杀 然后半夜带着大顺精锐 迅速撤离山海关 除了运粮民夫之外 粮食所剩不多 其余将兵全都扔下不管 第二天遇到满清骑兵 不足谨慎撤军 李自成亲领骑兵 前去驱逐多尔滚和豪格 当绕过辅宁之后 由于前方没有敌人 由于李自成放弃山海关 大顺军的精锐开始断崖式腐化 特别是那些老贼 他们知道山海关丢失 北京肯定也守不住 于是沿途大肆劫掠 甚至还侮辱妇女来发泄欲望 李自成对此争知眼闭之眼 秋毫无犯的大顺军 再次变成传统流寇 留守北京的牛金星 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迅速组织人手运送财货 李自成不敢去山东 就算打下山东 他也怕被满清和赵瀚联手夹击 他要回退山西 然后把陕西也拿下 或许还有可能与张献忠结盟 这几十天跟满清打仗 李自成的精锐只剩五万多 骑兵数量更是锐减至数千人 孙传廷主动协助组织转移 弄来两匹拉车的努马 然后迅速奔回住处 快走 立即带着盘缠南下 好 田贵妃搬来一袋粗粮 三斤而已 他们只有这么多粮食 因为官员的口粮也照额配给 银子倒是多 李自成穷的只剩银子 孙传廷担任兵政府左侍郎 立即获得十两银子的安家费 那些被外放出去 负责接收州线的文官 也一个个都有银子可拿 李自成给不起粮食 只能多多发银子 大顺精锐还没回来 北京城已经乱成一片 田贵妃抱着孩子骑马 在孙传廷的带领下迅速逃离 之前因为城门紧闭 一直被挡在城外的王庭城 也带着家丁骑兵冲进城里 他们的家属全在北京 迅速各自回家 带着亲人立即离开 曹辩椒也带着骑兵过来会合 王庭城 曹辩椒二人 这些天虽然不能进城 却也不是坐在城外啥等 他们抢来几条大船 都是运河阻断之后 停靠在附近市镇的商船 顺便还用粮食招来一批船工 至于粮食咋来的 当然是去士绅家里借粮 难道北直立百姓还有粮可抢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 离京城稍远的士绅 并没有遭到清算 甚至还享受不纳粮的待遇 李自成最初宣传不纳粮 登基又说五年不纳粮 最后变成三年不纳粮 骑马坐船 迅速离开 王廷臣和曹便交现在关系很好 一个只有两百多骑兵 一个只有一百多骑兵 他们必须抱团取暖 曹便交甚至苦等多日 帮着王廷臣进城接走家人 指向河县地界 忽然一起追来 朝着骑兵队大喊 可是曹总兵 王总兵当面 这人被骑兵拦住 又喊道 我是孙传廷 闹出一番动静 王廷臣 曹便交过来查看情况 惊讶道 竟是孙都师 两位可是要南下 孙传廷问 王廷臣 曹便交对视一眼 反问道 孙都师要去哪里 孙传廷试探 投左良玉如何 曹便交笑道 孙都师莫要框我 阁下怎会投靠左良玉 怕是去南京投奔那位吴王吧 二位将军呢 孙传廷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王廷臣说 左良玉靠不住 咱们又跟流寇有仇 只能去南京了 就算今后不能带兵 安安稳稳过日子也可 那便一起上路 孙传廷朝着后方招手 田贵妃骑马而来 这时雇人一双 能否让他上船 王廷臣笑道 请自辩 众人继续前行到阳村 沿途发现行人变多 而且非常诡异 这些百姓脱家带口 居然朝着北方逃难 去北方吃土吗 孙传廷骑马上前 正准备询问情况 突然瞥见到庞尸体 大惊而回 莫要与生人接触 前方可能有大义 大义 王廷臣和曹辩骄都惊恐莫名 不但有大义 而且鼠疫和天花一起来 正从山东朝着周围省份扩散 船上的家眷不敢再下船 骑兵也不敢跟人接触 一路小心翼翼的前进 只偶尔下船提取井水 而且要反复确认 井中是否有尸体 好在他们暂时不缺粮 之前找世身借了许多 路过天津的时候 此地城门大开 李自成任命的天津官员 由于瘟疫传来 已经下得全部逃离 至苍州时 众人的粮食即将耗尽 必须冒险进城借粮 苍州种地 城高持身 此时却不设防 城里已经全乱套了 几百骑兵冲进城内 发现家家庇护 街上的行人少之又少 折腾半天 终于从粮商那里借来粮食 又从富户家里打来许多井水 越是接近山东 疫情就越严重 孙传廷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南下 也正是因为山东大意 运河沿岸的关卡都松懈了 左粮狱的士兵躲起来不敢出门 同样的 赵汉也不敢出兵山东 只是设置关卡堵死南下百姓 面对恐怖的瘟疫 什么军事计划都得作废 这时候吞掉山东纯属找死 就算没跟张献忠打起来 赵汉也不会去山东冒险 队伍行至于台县地界 孙传廷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家属染上天花 还有两个骑兵染上鼠疫 王庭晨和曹变焦迅速做出反应 家属下船 骑兵离队 扔给他们两袋杂粮自生自灭 到了沛县地界 染上瘟疫的人 已经增加到两位数 整个队伍都陷入恐慌当中 但除了一气染病之人 他们也无计可施 甚至都不敢单独离开 队伍终于来到徐州 却被堵在淮河对岸不准过来 每天都有大同军士族 划船巡视河道 把仕途渡河之人 直接给驱赶回去 这是极不人道的 却又是必须的 绝对不能让瘟疫往南蔓延 我有法子 或许可以试试看 孙传廷说道 曹变焦问 有什么法子 孙传廷终于说出实情 咱们船上有位皇子 就看对面会不会放行 两艘商船驶到江心 很快就有大同军坐船过来 士族举起火冲大吼 立即回去 再赶过江 岸边火炮刺后 田贵妃抱着正在发烧的幼子 贵在甲板朗生说道 大名皇贵妃田氏 携皇子请求吴王收留 士族不敢怠慢 回去禀报上官 费如鹤与徐州之州一番商量 同意让这些人过河 但必须在河边分开隔离一个月 不仅是田贵妃 其余偷渡的百姓也是这般处理 总有人钻空子偷偷越境 难道还能全部赶回去 赵汉的一些地盘 并无河流阻挡 那就更容易被百姓跑过来 辖地边界 各县各村镇 基层官员和农会已经运转起来 发动百姓群防群守 一旦有陌生人进村 立即驱赶到村庄最外围 勒令这些人隔离至少一个月 等一个月还没发病 就让他们烧水煮衣服 全身都要反复清洗好几次 如此才能让他们进村避难 山东已经炸了 北直立即将炸裂 满清入关之后 将发现他们来到一片瘟疫之地